透過畫面可以看到深夜酒吧門口不平靜 警民男子大聲咆哮 相互拉扯朝著極樓扔酒瓶 嘗到聲響嚇壞居民 警方到場後 滿腿是刺青的男子 爛醉如泥 僅僅黏在地上只嚷著這句話 等一下 我又沒有 你幫我坐在旁邊 我睡一下就好 不睡一下 你現在馬路上 好說 逮說就是勸不停 好警民警方只能硬拖著他 又拉又推 費勁一番功夫 終於上警車結束一場鬧劇 二十五號凌晨四點多 男子和有人在高雄中正二路上 一家酒吧消費後 罪得不省人士 不想回家當街喧嘩 遭到強制帶回 社會秩序違法七十二條第三款 儲薪臺幣六千元以下罰款 左心這場騷動沒有人受傷 不過男子喝酒醉吵鬧摔酒瓶 已經違反是違法最高開罰六千元 九行後恐怕要為自己的行為 好好負責